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来到朋友的果园寄穿哈 然后在隔壁村一个老乡他家 抓了一只五斤多的鸭子哈 这只鸭子呢 从来没有喂养饲料的 都是放养的哈 而且卖鸭子的老板跟我说 我们刷鸭子之前呢 有个特殊的办法哈 而且用了他这个办法之后呢 脱这个鸭毛啊 就像脱衣服一样 非常的干又干净 很多人都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今天呢 听了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啊 就带王爷们来体验一下 脱这只鸭毛 看一下是不是如同老板说的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 给鸭子脱毛之前呢 我们先要用这个温水啊 给它浓身下这个毛 打湿的 再使用点盐哈 给他身上全身按摩一下 把这个盐 浓在他的皮肤上面 正反面的弄一下哈 哇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待会我们再用开水 直接再烫一下 脱这个鸭毛啊 看一下是不是如同老板说的 效果非常的厉害 现在开水烧烫了哈 现在已经烫好了哈 大家都知道脱毛呢 头上是最难脱毛的 我们试下效果 看一下 轻轻一拔 一脱 就很多这个 龙毛掉了哈 我们再试下这个 背部 哇 看一下是不是 非常的干净啊 又白 看一下 是不是 这手轻轻一搓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 没想到 老乡这个办法啊 确实特别敢用啊 嗯 我拔我 哇塞 再拔一下他的脚好不好 好吧 哇塞 看一下 一头 他的这个脚的皮啊 就把它搓干净了 大家都知道 鸭子退毛的时候呢 是最难拔的哈 像这种呢 就是刚长出来的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 轻轻的一搓啊 就把它搓干净了 看到没有 根本不用费什么力哈 足足发了 6分钟的时间哈 把这个鸭毛啊 如同老板说的 真的是效果非常不错啊 脱这个毛就像脱衣服一样 非常的干净 大家看到没有 基本上的龙毛都拔的 非常的干净哈 很少 等一下 仔细的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网友们 你们有没有使用过这个方法呢 原来用这个盐啊 抹在这个 毛的身上 真的就脱毛也是非常的开哈 又干净 也不知道除了他的这个土办法之外 你们那边 脱这个鸭毛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也可以分享到我评论区 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以前呢 杀这个鸭毛啊 一个人杀 全家能吃 而且 杀一个鸭子都要好几个小子 现在啊 可以算是一个人 杀十只鸭子 分分钟的事情就搞定了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就先分将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不是你先把那